首先呢 要为大家高兴 我们大家齐心协力 端饼一心 真的 借助慈悲三昧水灿 我们共同进入经文 上中下三卷 其中 借由经文义礼的开导 我相信 应该 大家是明白道理了 明白因缘果报 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自己遇到一些事情 不尽如意 或者就是不顺利 像这些种种 其实问题不在外面 问题还是自己所造来的 所以我们在每一卷里头 送完经文或者一个经文的段落 一直都在启发我们 让我们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呢 在借助礼拜诸佛菩萨的名号 一次一次 请求诸佛菩萨为我们要改过千善的决心 做证明 所以礼拜佛号不是只是唱着好听 不是只是音乐 不是只是音乐 泛败的欣赏 都不是 其实是借由 灿文明白了 我们要忏悔 我们要改进 过去我们如果遇到事情 总觉得是别人对不起我们 我现在过得不好 我不快乐 都是因为哪些人哪些事 但是实际上我们经由灿文的引导 我们知道其实真的就叫自作 还自受 是过去照下的因 然后引到现在 现在也许我们智慧不是那么好 也许人缘不是那么够 也许健康不是那么好 也许事业不是那么顺利 有许多的也许 但也许这一些你都没有问题 但是不知道活着到底为什么 心中不快乐 身边的人也不是那么令人放心 总是还有牵挂 这许多的种种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常在三界六道之中 还在轮回 还不得出离 如果还在轮回之中 始终这些不是致苦 就是为他人苦的这些苦恼 还是会存在的 一个人好 如果别人不好 你身边的人不好 你自己不会真的好 必然有所牵挂 所以既然有这一些 在轮回之中 没有解脱以前 必然有的这些苦恼事 真的借助慈悲三昧水灿的 灿文的开导 自己重新忏悔 从内心里头发露忏悔 要求解脱 就必先要先忏悔 千尽 否则 常有这些恶因缘缠绕 就留下了轮回的因缘 所以这些 也要肯得自己放下 一次 你就是明白道理 但做不到 两次 三次 这么多年的讯息 如果你还是停在 只是求福报 只是求发财 求平安 如果你学习佛法 仍然停在求佛的阶段 道理不会明白 其实这些事项 是不会改善的 你必须依照着佛学的指导 佛陀的教导 从明白道理 一次又一次 越是明白 越要试看看 做着 做着 一次又一次 让自己 慢慢的 朝着改变因缘 改变习惯 能够靠近 一直到 这些障碍 已经障碍不了你 那个时候 你跟人我之间 跟这些因缘果报 那真的是了脱了 那个时候 轻松自在 你要趁愿往生到 哪一个佛国建土 再也没有恶缘缠绕 真的 如果觉得这个事件苦 大家要发出离心 当然 在觉悟的路上 最终要以菩提心 要行菩萨道 这样才是最究竟的解脱 所以在这个觉悟解脱的道路上 忏悔 惨愧 这一堂功课 这个法门 我们大家要真心的 去面对 去理解 然后去实践 从拜佛求佛 然后一直到 能够练习做到 有许多事情 你看不惯 看不顺眼 你觉得愤恨难平 这些人为什么这么不好 这么坏 但是他们却过得很好 我自己 怎么样 克勤克俭 怎么样 好心 帮人 但是却那么辛苦 都有因缘 你不用愤恨 不平 你只要知道 我这一生受的 现在受的 必然是过去 这些夜缘还没了 我现在正在还 我还得起 那如果是那一些 你看了他其实不好 做得不好 对人不好 甚至有些 只是阳凤英伟 两面人 你都觉得不平 为什么他就过得很好 大家也以为他很好 也许你心中不平 但是这是过去 就好像他在银行有存款 他是有资格来用 但是这一生 他透支其实很多的 以后恐怕要辛苦 所以如是因如是果 个人修行 个人了 没有什么好比较 希望大家把这些 在佛法之中 很一般的道理 你不要把它当成 只是理解上的道理 实际上 你得要这样接受 如果你能够真的练习到 把这一些观念 成为是自己的思考 自己的行为 自己的习惯 如果可以的话 你在改变中 你在进步之中 你改变了 内心世界改变 观念改变 你的行为 习惯改变 你的世界 你的命运 都跟着改变的 所以不要被这些外境 这些外来的事物 境界 所阻碍 考导 修行这条路 很现实的 只有你自己改变 自己向前 你的世界会跟着你 一起改变 希望大家也好好的用功 学佛不是口头禅 不是只是说说听听而已 是要很实际的 用来改变自己 希望我们大家都在进步之中 那么今天我们的 清明法会 就要战告一个段落 总觉得 这年度的大法会 尤其清明法会 真的 我相信大家 不是为自己求功德 不是为自己 求消灾免难 真的希望以此忏悔 以此清静 以此修行的功德 可以回向 给我们所超见的 历代祖先 过往的先人 已经往生了长辈 还有包含自己的 累劫缘亲在主 希望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蒙受到 今天大家在这里 这么亲近 这么精进的功德 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能够连品增上 我们所有参加法会 所有的护法信徒 都能够浮会增长 忏悔这堂功课 其实讲是讲不完 历代祖师大德 留下太多的典范 他们的示范 给我们来衣水 那么这部忏法 从悟达国师 本身的一段经历 这在稍早已经说过了 那么另外 其实 我说的这种范例 很多 比如说 妙高峰禅师 他本来很精进修行 一个人选在一个断崖上 在一个悬崖边上 他想 他如果 这个 懈怠 昏沉 打瞌睡 那么 只有死路一条 会从悬崖上掉下去的 所以他逼着自己 面对生死观 自己一定会精进勇猛 但是体力有限 过后一阵子 体力不够了 开始昏沉 打瞌睡 最后真的跌下去 跌下去 到一半 一双好大的手啊 好像一张床一样 把他整个拖起来 放回到打坐的地方 妙高峰禅师 很惊讶 问谁 谁救了我 空中传来 很洪亮的声音 护法 围托 妙高峰禅师 他心里头啊 不禁 有一点 沾沾窒息 原来 我们修行人 这么精进啊 是有护法神 来护持的 所以呢 他有一点清心 就问了 请问 这个世界上 像我这么精进的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这句话 问的是有点轻慢啊 护法伟陀菩萨 回答了一句 过 横河沙 横河沙 是数不尽的 横河里头的沙 绵绵密密 数不清 无尽的 过 就是超过 比横河沙的 这些沙数 还要更多 也就是说 像这样子的精进 其实是很一般的 这样的人很多 那么一回答完 那么一回答完了 瑞托菩萨就讲 因为你的清慢心啊 我五百事 不在乎你的法 说完不见了 这禅师呢 心里很懊悔 本来也没有这些起心动念 只是自己 自我要求要精进 一听到有护法神护法 突然心里得意起来 竟然升起轻慢心 真的是很要不得 当下非常忏悔 但是也没有办法了 还是一样 逼着自己面对生死观 继续在这个悬崖一边 打坐 但是过后啊 一天又一天过去 体力慢慢又消耗掉了 最终昏沉瞌睡 又再摔下去 快到地面 他心里想了 这次必死无疑 肯定没有人可以救 只是念头里头想着 死定了 但是就快到地面的时候呢 又一双手 把他拖起来 放回打坐的地方 他问这次是谁 谁救了我 空中传来很洪亮的声音 护法委托 这个时候啊 我想啊 这妙高峰禅师啊 心里头 可能有点心酸 因为差点就要 这个呜呼一命啊 这个差点就不保 那心里头啊 这个 又惭愧 又惊喜 又很疑惑 还是在问 护法菩萨 你不是说五百事 不再来护我的法吗 唯托菩萨就说 以你一念忏悔 所以 继续护你的法 你要好好静静 提起正念 就是这样 所以这妙高峰禅师啊 这次真的开悟了 惭愧 忏悔 是可以洗净五百事的 这些不好的缘 所以她更加的精进用功 打坐念佛 她念佛的声音 传到当朝 宋朝的 皇太后的儿里 治好了她的病 而且呢 在皇太后的梦中 仿佛就看到 在什么地方 有个出家人 在念佛的声音 这个声音治好了她 这个 就是 一般医药 都治不好的病 所以她要人去山里头找 找到 妙高峰禅师 要把她殷勤入宫 这禅师啊 说我在这里修行 谁听到了 与我无关 我只管自己的修行 所以没有进皇宫 接受供养 后来皇太后 就要人在她 打坐那个地方 就建了一座寺院 供养她 那个就是雪斗士的由来 所以这样的例子真的很多 要再讲 我现首年来 太多了 比如说 日本的孟川国师 这是灵济中的船人 他这个搭船要过江 船已经离岸了 离开岸 这个岸上有一位 这个将军啊 他也赶着要搭船 就叫船要回来 这个船夫啊 船上的乘客啊 就说 哎呀 你搭下班吧 船都离开这么远了 这孟川国师啊 就说 哎呀 没关系 我们如果可以的话 给他一个方便 再回去带他吧 船绕回去 带了这位将军上船 这将军上船呢 船上已经都坐满了人 他站在那里 就看到一个出家人 他在随身啊 有个鞭子啊 一挥 散开 让我坐 打到孟川国师啊 额头出血了 船上的人很不以为然 孟川国师啊 没有说什么 站起来 就让他坐 到了江边啊 顾上岸啊 这孟川国师头上还在流血 他就用河里头的水 洗一洗 就在那个时候 这个将军跪下来了 忏悔 惭愧 孟川国师跟他讲 没有关系 出外人啊 总是心情不一定很好 没有关系 没有跟他计较 但是就是因为 没有跟他计较 这个脾气很暴躁的 这个将军呢 升起惭愧 忏悔之心 当下请求 拜他为师 跟着他学佛 像这些 忏悔 是可以改变因缘的 要再说的话 是太多 但是 有没有哪一次的忏悔 是发生在我们 在座之中 现在在二楼会议室 还是满满的 大家坐在那里 三楼也是一样 所以大家通过这个影像也好 音声也好 听到这一番话 我们不要把这些 当成听故事 我有的时候 听到有些人来找我 谈烦恼事 我也只能听 给一点意见 但是 所有这些苦恼事 真的 不由外来 都是 自己的因缘 你只有 从内心里头 承认 所有这些不好 其实 是跟自己有关 问题 在自己本身 你只有回过头来 这样看 不要 迁就 外在的因缘 外在的因缘 如果你心中 你眼中 看到哪一些人 是坏人 是不喜欢的人 甚至于是冤亲在主 他们 是配合你 演出的 剧本 是你自己 编导的 外在的因缘 是自己 内心的显现 这个人生的剧本 是我们自己写的 这些外缘 人事物 只不过 配合 我们的心念 我们的业力 配合演出而已 我有的时候想 真是辛苦他们了 配合我们 而演出 所以 从内心里头 要不忍重 辛苦 不忍心 他们那么辛苦 所以要向他们 觉得抱歉 自己内心要愿意改过 一旦改过 产生的 无边的功德 不可思不可以 命运从此改变 整个世界 因为你 所以这个 心境国土境 你一个人 内心清静了 你的世界就清静 那么希望大家 真的我们互相共勉 不要责怪 身边的人 反而要怜悯他们 是自己修得不好 让他们辛苦了 如果懂得这样子想呢 你必然会不断的进步 这个才是我们 在佛教里头 身为学佛的人 三宝弟子 自己应当要有的心念 那么另外呢 我也在这里提醒 就是说 明天呢 我们的大殿 这个地板 各位现在可以摸一摸 这个大殿的地板 要感谢它 感谢这块净土 也很抱歉 你们仔细看 这地板都花了 尤其前面的地方 泡过水 损伤更多 二十年了 超过二十年 其实 那么明天 在大殿的 这个木制的地板 要全部换上新的 当然要有 大概三个 三四个星期的时间 那么所以未来三个星期的 共修法会 星期天 要移到三楼的残堂 继续来精进 那么大殿 这个大殿门会关闭起来 在内部要有一些 这个修缮的工程 那么一个星期之后 也就是四月十号 功德堂 还有功德堂外面的走廊 包含佛光书局 真的是使用过度 尤其书局 那个地板 真的也是面目全非 当然也可以说是 大家很欢喜回来 常常回来 难免会有 这个折旧损耗的情况发生 所以也趁着这一次 那么要换上 新的地板 那么工程期间 造成大家的不方便 我在这里也先跟大家 说一声抱歉 那么总是佛道是自己的 人生路是自己的 自己不修 自己不走 就只有原地踏步 原处轮回 那真的是很可悲 也可以讲 是很可怜 很辛苦 希望大家借助 这个学佛的因缘 今天呢 参加水灿 在清明法会 将近千人 我有时候在想 各位都懂得回来拜佛 在法会之后 也懂得都要珍惜 听法的因缘 但实际上呢 我们人间学院 佛学班呢 是一直在讲说的 大概学生人数呢 在两三百人左右 两三百人听起来 似乎是多 但相较于法会的人数 那又不到一半 那么没有来听佛学班 没有来听完佛法的人 你们自己有在用功吗 有在哪里听法吗 如果有的话 没有关系 只要是正信的到场 去听清静 去听法都很好 但是如果都没有的话 我衷心的希望各位 要能够明白 我们毕竟智慧还没有开 我们的修行还没有成就 真的我们需要学习 这个学习的机会 就在佛学班里头 那么现在已经开学 在三月已经开学了 课程大约在五月中左右 一共有十二堂课 那么希望大家还是要珍惜 这个因缘 多加学习 你不学习 你不研究佛法 听闻佛法 那么你怎么明白佛法呢 你怎么开智慧 怎么知道要按照这个智慧 真理去实践 去改变自己的行为呢 今天我们读这部水灿 慈悲三面水灿就像一部佛法概论 佛陀讲说的各种修行都在里面 就像佛法概论 佛学班就在解释这一些 你不听怎么懂呢 法会毕竟时间有限 我还是希望大家好好的用功 那么所以先让大家知道佛学班继续都照常 共修照常 只是地点改在三楼的残堂 另外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在四月三十号要举行 那么现在应该这个表格 通启海报已经张贴了 通启好像不晓得英文翻译好了没 那么报名表是好 什么活动呢 四月三十号早上十点 遇佛法会以及归一三宝典礼 所以参加法会不用报名 回来就好 那么我们希望功成一切顺利 到了四月三十号 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完全已经更新的 这个地板更新的大殿里头来 这得要 这时间要扣得很好 那么希望四月三十号是在大殿举行 遇佛法会 那么还没有归一三宝 成为真正的佛教徒 佛弟子的在座之中 如果有人要麻烦到服务台去询问 去报名 四月三十号遇佛法会 接着是归一三宝典礼 那么下午两点呢 是很特别的 叫佛光宝宝祝福礼 这个活动很重要 这是我们在讲 这个佛教的信仰 信仰要传承 不是只有我们 有应有缘学习 我们应该要为这些小菩萨 小朋友 为他们培植一点福德因缘 让他们跟佛门结个缘 那么所以如果 你要让小宝宝 小朋友归一的话 就早上就要来就参加归一典礼 那如果只是单纯 单一参加下午的这个祝福礼 祈求佛菩萨能够护佑 我们的小朋友 小菩萨平安健康 有智慧有人缘 那么希望得到这样的祝福 那么就也麻烦要填写报名表 按照小朋友的这个年龄 从出生就可以来接受祝福 我甚至于听到 有几位师姐在问 说他们现在身怀六甲 但是还没有出生 可以来接受祝福吗 可以的 他已经来了 当然可以 你带着他来一起接受祝福 那么从这个 这个在妈妈的肚子里头 或者说从零岁以上开始 然后到六岁 这个是佛光宝宝 我们分不同年龄层 会为他们除了在祝福 加持的仪式之后 另外还会安排 在不同年龄层 他们有一些比较 有些活动 有一点竞赛 比如说 这个八个月 十个月 一岁的小朋友 小菩萨 在大殿里头 让他们 这个比赛往前爬 然后到前面来抓粥 这个在佛菩萨面前 爸爸妈妈陪着 来抓粥 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芋头 那另外呢 比如说 一岁到三岁 三岁到四岁到六岁 不一样的 这些活动的安排 那么希望这些小菩萨们 都欢欢喜喜的 在佛菩萨面前 能够非常的健康 活泼 也得到加持跟祝福 当然我也有听到 有一些家长在问 说他的小朋友 已经超过六岁了 但是从来都没有接受过 佛公宝宝祝福礼 可以来参加吗 可以的 大概小学 小学这个阶段都可以 那你提早报名 让我们有知道的话呢 我们还要另外设计六岁以上的小朋友 他们的一些活动 总是希望各位 除了你家里头 你知道小菩萨也好 小孙子也好 甚至于你的邻居 你的朋友都欢迎 邀请他们来 当然方便我们准备 预备这些场地 人数 这些设施需要 所以如果提早报名 那么我们这边会比较好安排 各位可以看 其实 佛光山 在新云大师的指导之下 一直在带动 在宣扬人间佛教 可以讲人的一生 从出生 长大 出生有育灵之灵 就现在要举行的佛光宝宝祝福礼 长大 年轻人有成年礼 再长大 要成家立业 可以举行佛教的结婚典礼 就在大殿里头 有法师来证明 来祝福 这个叫佛化婚礼 今年也有几位申请 最近的一位 是在五月 五月十三号 下午是一点钟 是五月十三 各位如果你说 这佛化婚礼是情况如何呢 自己可能有因缘帮谁 甚至于是你自己 欢迎你来观礼 不过当天呢 应这个家长的要求 是要讲广东话的是吧 是全城以粤语 广东话 主持的一场佛化婚礼 欢迎来观礼 我讲从出生成长 到结婚成家立业 到这个组成家庭了 平常时两夫妇 忙于家庭忙于事业 其实要培养共同的兴趣 共同的信仰 才有共同的话题 共同走人生的路 才会愉快 所以在今年六月二十五号 举行菩提眷属祝福礼 那另外还有青年的成年礼 一并就是同一天举行了 那这些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叫人间佛教 他从来没有离开生活 他没有跟家庭 跟我们的人生路 去切割的 其实佛法一直伴随着我们 一直到我们要到养老 到送终 用佛教的告别仪式 包含我们可以圣终追悦 那么回向功德给祖先等等 所以佛教其实陪着我们走过生老病史 日常的生活 包含引导我们怎么样超越这些喜怒哀乐 所有这些 可以让我们一世又一世 在有这个生命的能量不断的在进步提升 这个是我相信大家常常回来佛光山 必然可以感受得到这是一所人生的加油站 欢迎大家常常回来学习 那么也祝福我们所有参加法会的护法信徒 各位菩萨们 参加完水灿法会 明白道理 必然内心更加的清净 更加的清楚明白 更加有力量 真的才可以福慧双修 征福征慧 可以消灾免难平安吉祥 更加以此功德回向 给我们的历代祖先过往先人 包含我们的累劫冤亲在主 都能够蒙佛接引 往生西方连品真上 这是我们忠心的祝愿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慢慢站起来 待会儿呢 因为要准备明天 我们的这个铺设地板的这个工程 所以或者是说现在好吗 把金本往旁边传 我们可以争取多一点时间 让坛场要整个 殿堂要进空 所以待会儿呢 出班之后 我们不自主的义工菩萨们 先要撤退这个坛场 那么我们的金刚师兄们 麻烦先用灾 要留下来帮忙 这个撤整个坛场的金刚 麻烦先用灾 等你们用完灾了 你们回到大殿 应当所有这些布曼都已经撤除 你们直接再撤这些木台就可以 好吗 我们就分批 好 那么今天法会到这里圆满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